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過去台灣跟今天有這種的進步 有這種的歡迎 有這種的現代話 是很多人打招的結果 但是一些很關鍵的人物 在郭敏東時代我們都了解 我們也感謝包括孫運璇 李國鼎 嚴家幹 包括李政總統 包括梁蔣 其實對台灣也都有建設 當然有過 我們今天是說對台灣的建設 但是日本時代 通知台灣50年 都是說很多人對台灣的基礎建設影響 比國民黨時代還要深遠 但是我們都不了解 那些人可以說是 台灣現代化 現代化基礎之父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了解就是說 這些人到底做什麼事情 這些人做的事情 對台灣的影響有多輕 台灣人不知台灣事 所以今天我們要好好來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中研院進食所的研究員林明德林老師 也鑽言非常的深 所以特別邀請他 來 林老師謝謝你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這些收藏家 各方面收藏都非常豐富 李昆成 大家好 另外是前時報周刊的總編輯 吳國動 國動兄 你好 你好 台灣人 以及民進黨台南市議員 王定宇 定宇兄 你好 黃宜大哥 觀眾朋友大家好 政治記者陳立宏 你好 大家好 也是老朋友中連晃 連晃 你好 我們先來看 新買的一本日本的書 那麼這本書是致良出版社 台灣致良出版社出的 是日本人寫的日文書 這個是第一任總督 是華山之記 這華山之記來到台灣 初期的總統府 先做這樣 其實他是清朝的家 清朝的清朝國部政史詩 衛門署 他這裡是什麼衛門署 不是衛門署 這是日本日軍大舉 進入台北城第一天 這是應該是歷史相片 這是歷史相片 那時台北新的訪問 在現在的台北火車頭 有叫那裡 那時台北新的西門 西門上附近 這個時台北的大長城 這個時淡水桂 淡水是先做這樣 這大概是應該 那時的觀音山 這是那時台南城 台南富城應該是最大的城 這是那時的高雄港 如果要比到現在 老實說是天跟地質差 那時大概是 日本真的來到台灣 大家看看 這是初期的總督府 這個總督府因為來不去 現在總督府就是現在總統府 那時還不去 所以用清調的房子 所以那時的總督府 那麼所以來到台灣 老實說一片 算是沒有什麼建設跟進步 但是我們要給大家看 這是我特別請林老師 給我做的表 給大家做參考 這個表是日治時期重大建設年表 對1995年1895年割讓之後 1896年 日本開始調查全台灣的土地 但是這個調查 很費時 兩年才完成 1999年 台北自來水 水道工程 完成 台灣銀行成立 創辦台灣醫學校 可能是台大醫學院的全身 1995年創立台灣製糖豬市會社 我想這是台糖的全身 是統一度量衡 另外是新度護道罩 提出台糖改良意見書 台灣糖業 推行製糖工業的近代化 1995年開始興建台北深坑的 歸山水利發電廠 兩年後開始供電 完成臨時台灣舊的習慣調查報告 1910年完成第二次的報告 那麼1904年完成新竹以南到三億 高雄到斗南的鐵路 不能忘記 一旧空四年 就是一百空四年前 台灣就已經新得到三億的鐵路 高雄到島南的鐵路都完成 整理改革壁置 完成各式道路9500公里 全台灣是是 負荷的報紮 台灣災情自給自主了 要跟大家報告 是說這些建設 這些建設是兒育元太郎 就是 這次的建設 標籤 有本來是 小燈 的 平安 現在 有本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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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建設 有本來是 這次建設